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VBA里面的第二种模式 自定函数 那自定函数要怎么自定呢 一插入 又不要放这边 插入一个函数 那理论上我们前面是用什么文字 不过呢 如果你已经做好 假设了我已经做好一个方圈 会在那个类别里面会多一个使用者定义 那使用者定义里面的话 会多一个叫刮胡字串函数 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定义出来的 目前是存在 然后把按确定之后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给我资料 或者叫什么参赛者资料也可以 给他资料 他会给你你要的结果 所以你把它向下填满 他结果就OK了 OK 所以其实这个制定函数呢 是完全符合你工作上的需求 比如你刚好你工作里面 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 然后呢 你就不需要像以前了 就是下一堆的那个函数 才能完成 直接点两下就OK了 甚至以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函数 其他人也会需要 你就把它集结一下 跟你整个team 整个部门里面呢 每一个你的底下的那个 底下的其他members也需要的话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他这个写成制定函数 每一台电脑也许都把它装起来 每一台电脑都有的话 那不就以后他就直接把这些工作流程就简化很多了 每个人都可以很快速完成 他即便不会写那个函数也没有关系 他会制定函数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产生这个制定函数呢 第一个呢 我们要先切到那个visual basic OK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找到你原来 我先把它删掉好了 OK 假设我把它删掉 因为我module1是录制的 module2的话呢 是这个我自己写的VBA 不过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分两个 我放一起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要放一起 跟分开都可以 执行也不会有问题 OK 不过我的习惯是把录制聚集 跟自己写的VBA分开来 这样的话呢 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那甚至如果说你module1 module2你希望改名称的话 比如说这边module1 你觉得不要叫module1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你的检式里面 一个属性式窗一定要叫出来 属性式窗 不过他可能应该是放在这边吧 放在下面这边 假设 放这边 假设应该是放在下面这边的话 算了 反正就是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属性式窗里面的1 它有个name 改成什么呢 底线 我如果不喜欢叫module1 我叫module聚集好了 也许这边的话 我就底线 然后加一个聚集 module1 聚集 这边底线 然后给它一个叫聚集 enter一下 名称改了 有没有发现这边改了 那module2的话呢 如果是自己写的VBA 底线加一个VBA好了 ok enter一下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呢 模组上面的名称也会被变更 那变更名称没有关系啦 反正你将来你会知道说里面该放什么程式写在哪边 比较重要 那以后如果说你觉得分两列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多一个module 你可以再把另外的东西写在module 另外一个module module3 都可以 不过有时候你没有写那么多也不用分那么多个模组 如果分太多反而有个麻烦 就是你以后你的程式写在哪里反而找不到 更麻烦 ok 那再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把那个置定函数写出来 我刚已经demo 第一个如果我要能够插入函数找得到的话 请你先游标放在右边这边 然后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我叫做也许叫什么 刮胡字串 刮胡字串函数好了 也许这名称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自己习惯的方式也可以 那我就要刮胡字串函数 好输入好之后的话 第二个请各位注意 形态的话一定要叫Function 你不能叫Sub 你如果用Sub的话 变按钮才会执行 Function的话 如果你要在这边插入函数执行 一定要叫Function 好这样的话按确定就ok了 所以插入函数之后新增一个程序 这个地方一定要Function 这个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因为如果你没有改 之前有同学直接就按Sub 那插入函数 千万没有 一看你的Function难怪不执行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一先插入一个Function 制定函数出现 二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使用者会跟你要一个资料 那怎么跳出那个视窗 那个视窗里面呢 会跟你要几个资料 一定是从刮斧里面跟你要 他会跟你要什么 我刚刚不是跳个资料 所以也许你可以在这边打个资料 资料两个字 ok 再来的话呢 当他这个时候跳出一个视窗 他会问你说你的资料在哪里 那使用者会选取A2 如果选给你之后你要做什么呢 一样的道理 其实做法跟上面这个刮斧自串 其实做法差不多 只是说差别没有什么 没有Fore回圈 因为那个Sub 它基本上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往下执行 但是Function的话呢 只需要执行一个就好了 所以他如果给你资料的话 那接下来呢 其实你可以参考上面这个Sub 的Fore下面这一行 到NAS上面这一行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一样 你需要去找什么 A等于什么呢 去VBA里面呢 找一下用INSTR里面 找一下那个函数 Instreet函数 这个函数做什么呢 帮你找找看 钱瓜糊 找什么东西呢 找资料里面 就是他给你的资料 里面有没有瓜糊啊 所以呢 我就在这边 钱瓜糊 然后呢 把这个资料两个字 这个引数有没有 带过来 我按Ctrl键 拖拉机可以过来 逗点 找什么呢 找双引号 钱瓜糊 所以A是找钱瓜糊 那B的话 是找后瓜糊 所以一样 拖拉一下 Ctrl键按住 B的话呢 是找后瓜糊 所以找一下 有没有后瓜糊啊 OK 所以这边改后瓜糊 那找到的话 就是 它会是第几个字 所以比如说呢 它如果A2是一定等于0 找不到 如果A3的话 应该是1,2,3 所以A等于3 然后4,5,6,7,8,9 B等于9 OK 然后呢 再来什么 一样的道理 其实你可以参考这边 如果找到的话 我要做什么 1负 1负 一样 A如果不等于0的话 那表示什么 表示找到了 如果A不等于0的话 不等于哦 记得哦 这个是小于大于0 不等于0的话 表示里面有瓜糊哦 那如果有瓜糊的话呢 Zen 我要做什么 先打endif 如果有找到的话 那就是A不等于0 那我就把切割 按一个TAB键 把切割到的东西 丢给瓜糊字出来函数 帮我丢回去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先把这上面的名称 复制过来 等于什么呢 等于把最后要切割的 那个范围告诉他 你帮我切 emid emid 钱瓜糊 切什么东西啊 切那个资料 所以一样嘛 emid 把资料 所以他第一个会问你说 资料里面 逗点 第二个问题呢 那你要从哪一个字开始啊 从A开始 不对 应该是A加E才对 上个礼拜才讲过 逗点 要切到哪里为止啊 就是 B 减 A 减 B 应该还有影响吧 上个礼拜也讲过的哦 后瓜糊一下 他就会帮我把 资料呢 帮我做切割 丢到瓜糊字串这个函数 那因为 我游标放这里 所以他会把最后的结果 帮我丢到储存格里面去 那就完成了 你想想 试试看有没有问题哦 理论上哦 如果你没打错的话 这样就OK了 那试一下哦 接下来呢 我游标放B2 如果你都没打错的话 OK前提是没 如果有打错一定红色字啦 你看一下 有没有自拼错啦 或者是 逗点啦 瓜糊啦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使用者定义会多一个瓜糊字函数 按个确定 然后跟你要资料 所以 瓜糊里面跳个资料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个资料 他会回传一些东西给你 然后你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OK 但是呢 最后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 如果他里面呢 假如没有资料 就是说呢 他里面呢 A等于0的话 他会发生一个问题 诶 他回来怎么会是0呢 对不对 那为什么是0 因为呢 我们程式里面 有一个地方 这个最后呢 如果他不等于0的时候 我们会传给他切割的资料 但是呢 如果他等于0 我没有丢任何资料给他 那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没有丢任何资料给他的话 那他这个函数 预设值 就是0 预设值就是 你如果没有更动他 他一定是0 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 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再Enter一下 在那个 切割的这一行 的下一行 Enter 然后上一阶哦 打一个else else 指的就是反之啦 就是如果等于0 那我切割 那如果不等于0 另外一种逻辑是 就是如果他这个是不等于0 做切割 如果等于0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那我就一样 但是呢 我就传给他什么呢 我不要任何东西 那你就是预设值落0 我把它改成没有东西 那没有东西的话呢 在BBA怎么表示 esale里面一样 就什么呢 没有东西哦 输入什么呢 没有东西 不能空 不能空下来 一定要给他一个空的东西 空置串 所谓的空置串哦 就是没有东西 没有置串 你还是要给一个东西啊 不然的话 他会丢0哦 OK 所以在这里 多一个else 然后传给他一个空置串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在回到城市里面来 并且把它打勾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那些0都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找不到 他就不会 你就丢空的给他 他就回来就是空的 他不会是0 OK 所以请各位 也许试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城市虽然 退比之前还来得更难一些些 不过基本上 也是在类似的逻辑里面 跟那个上个礼拜讲的 其实还蛮多是接近的 只是差别是把它改成制定函数 那答案的话呢 在讲义的第36页 36页里面其实也有 就我刚打的一模一样 那请各位试一下 怎么样利用那个 VBA里面的制定函数 完成刚刚讲的部分 试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城市好像跟SUB 那个里面的城市蛮像的 但是如果你比较聪明的话 拿那个SUB来改也可以 FORNES中间东西 贴过来 改几个地方 本来是抓储存格 你不要抓储存格 你去抓它给你的引数 其实也可以做出要的结果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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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